对于台湾来说 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的及时反应能力 尤为突出 能够迅速识别 并应对来自空中或海上的攻击 在台湾这样一个地形复杂 且敌情不明的环境下 快速反应尤为重要 能够及时进行防御性拦截或反击 从而有效减少潜在损失 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 本身具有强大的威慑性 潜在对手深知 任何试图突破这一防线的行为 都将遭遇到自动化系统的迅速而精确的打击 这种威慑作用 不单单体现在防御能力上 更通过提高敌方的战略成本 降低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从而为和平谈判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更为重要的是 系统的精确打击能力 极大增强了台湾的防御效能 配备先进的导弹和武器系统 它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消灭威胁目标 极大的减少 对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潜在损害 同时 系统的多层防御结构 包括雷达监控 导弹拦截和反舰导弹防御等 为台湾的整体防空和防海能力 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使得敌方突破的机会大大减少 此外 系统的高度自动化 也是其独特优势之一 得益于先进的人工智能 和自主决策技术 系统能够在没有过多 人工干预的情况下 高效运作 减少人为错误的可能性 同时大幅提高反应速度和准确度 这意味着 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时 系统能够迅速做出最优决策 而且 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 具有极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随着威胁环境的不断变化 系统能够不断升级和调整 确保应对新的技术挑战或安全威胁 例如 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合作中 台湾的防御系统 可以与盟友的防御网络 进行有效整合 形成一个更强大的联防系统 从而提高台湾的整体安全水平 总的来说 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 为台湾提供了强大的战略优势 使其能够在面对外部威胁时 更加从容应对 通过威慑 精确打击和高效的自动化响应 台湾能够有效防御外部侵扰 保障领土安全 然而 要确保系统持续有效运作 还需要持续的技术更新 设备维护和合理的使用策略 今天的焦点 是台湾研发的 STR-101进程防空防御系统 这一系统 由中山科学研究院开发 广泛被认为 是陆海防御领域的多功能武器 STR-101系统 不仅可以部署在海上舰艇上 也能够装备在陆地车辆上 因此具备了双重作战能力 成为防御领域的多面手 它拥有自动追踪目标的能力 并且能够通过远程控制 执行精准打击 真正做到了远程精确追踪与反击 在进程防空防御方面 STR-101系统 表现得像一位海上导弹防御专家 能够快速识别并消除各种威胁 该系统的主要任务 是防御反舰导弹 或其他空中飞行威胁 保护战舰免受攻击 可以说是战舰的守护神 系统通常由雷达和计算机 控制的中型口径火炮组成 这些火炮能够灵活 旋转并随时准备 向敌方目标发起攻击 它们就像自动瞄准的导弹专家 成为各种战舰的重要配置 担任着防御战舰 免受导弹袭击的重任 若遇到难以拦截的导弹 系统会采用巧妙的方式 例如通过干扰导弹飞行路径 或使其改变轨道 或提前爆炸 根据中山科学研究院的透露 XTR101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 具有出色的适应性 可以根据不同的战斗场景 切换为按机或舰载系统 并且具备图像识别 与目标追踪功能 这些特性显著提升了 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 使得防御系统 如同一个超级防护团队 台湾计划采购7套 STR101系统 装备包括12个双管遥控炮塔 6个光电指挥装置 和6个操作台等 首先 这些系统将部署在东引 并随后扩展到淡水 河口 金门 澎湖等地 展示其强大的防御能力 STR101系统中的 T7520毫米机炮非常坚固 可以旋转至330度 阳幅角度 从零下15度到85度之间调整 旋转速度可达到每秒60度 它还配备了40倍电动变胶摄像头 并具备自动炮令结算功能 宛如一座能够自主开火的神级炮台 具备多种射击模式 包括集中攻击与自动追踪目标 目前 STR101系统已经投入使用 成为光滑6号导弹快艇的一部分 光滑6号作为建案作战的尖兵 采用了更先进的数字化操作系统 使得操作变得更加简便 光滑6号配备了雄风2型反舰导弹 A2干扰火箭 T74机枪以及XT2101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 形成了强大的综合打击与防御能力 而XT2101系统中的T7520毫米机炮 则仿照美国M39V3机炮设计 具有电力触发敌火系统 重量达到85公斤 是一款极具威力的支援火力武器 T75系统拥有四个不同版本 包括陆用型、海军型、M车载型和防空套 各具特色且用途广泛 T75陆用型配备了三脚架 设计使其能够灵活进行空射或平射 仿佛是一位能在战场上自由武动的武士 适应多种作战需求 T75海军型则是专为海军舰艇量身定制 炮管经过离子弹化处理 增强了耐用性和抗腐蚀性 同时还增加了防弹盾 这使得它成为战阶上的护卫神 能够有效应对海上的各种威胁 T75M车载型主要安装在陆战队的汉马车上 具备360度旋转的圆形炮塔 尽管这种设计增加了机动性 但也带来了更大的后座力震动 仿佛是一个旋转的风暴 让整个车体更加不稳定 最后T82防空炮有两种版本 T82T拖叶式和T82固定式双连装防空炮 专门用于固定防空作战 这两款防空炮都采用电力触发系统 并配备了8000瓦的发电机 确保炮锁在旋转和射击时 拥有稳定的电力供应 确保系统的持续作战能力 在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方面 XT2101的升级版XT2102 引入了一系列新的技术特性 该系统不仅配备了改进版机炮 还引入了隔热照 光学摄像头和自主研发的光电设备 进一步提升了目标探测 和精确打击的能力 XT2102系统还配备了先进的激光测距仪 可以在2450米的范围内 精准侦查并锁定目标 确保作战的精准性 此外XT2102系统能够发射高达 102毫米直径的炮弹 极大的增强了系统的火力 而为了应对传统暗机火炮 无法满足的战术需求 台湾还开发了新的暗机 20毫米自动化5G系统 这一系统将在乌丘部署 以增强区域防御的能力 据中山科学研究院透露 XT2102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 将会在光荣之星海上测试平台上进行一系列的测试 光荣之星是由中山科学研究院与龙德造船厂 合作开发的一艘穿浪型双体船海上测试舰 2019年下水 2020年3月完成首次海事 随后于11月正式启航 该平台不仅测试XT2102系统 还可能搭载44克瓦查巨部20链炮 这是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舰载链炮遥控系统 进一步增强海上作战能力 除此之外 海巡署的600吨级巡防舰 也将装备XT2102双管遥控机炮 配备震海火箭弹系统 并有可能进一步安装熊二 熊三型反舰导弹等武器系统 为防卫力量提供更多选择 不仅如此 包括安平舰 嘉义舰 新竹舰在内的11艘舰艇将进行技术升级 装备XT2102双管遥控机炮 这些舰艇的升级将进一步提升台湾海军的防御能力 使其在面对复杂的海上作战环境时 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潜在威胁 这些新型系统的部署和升级 不仅提升了台湾在防御领域的自主能力 也使得其与盟国的合作更加紧密 形成更加坚固的防护网 总体而言 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 在舰艇上的作用至关重要 通常作为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 其性能的发挥 会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 这些多功能系统 不仅能够为舰艇提供自我保护 也能执行反击任务 从而为防御区域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持 这些系统的机动性 赋予装备他们的车辆 在战场上的高度灵活性 使得他们在遭遇敌方攻击后 能够迅速改变位置 使敌人难以预判我方的战术意图 此外 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 还具备极高的反应速度 和精准打击能力 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摧毁敌方威胁 从而减少或消除 对重要设施和作战单位的损害 与传统的进程防御武器系统相比 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 也研发了类似的防御系统 比如荷兰的Go Keeper系统 以色列的Typhoon系统 意大利的Doro系统 和西班牙的Mate-A系统等 这些系统均用于保护战舰 确保在近距离遭遇威胁时 能够有效进行防御 这些先进的防御系统具有一定的拦截能力 但也存在局限性 尽管这些系统能够成功拦截和摧毁 部分导弹或飞行器 但其拦截成功率并非百分之百 有时 部分反舰导弹在被击中后 虽然武器头部被破坏 但剩余的部分 仍然能够对舰船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因此 在不同的战场环境下 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的实际效果 会有所差异 特别是在敌人使用高速反舰导弹 或电子干扰设备时 与传统的导弹拦截系统不同 火炮系统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 特别是在电子干扰日益严重的情况下 火炮所使用的实体弹道 不易受到电子设备的干扰 这使得它在面对电子对抗较强的环境时 仍然能保持较高的命中率 这与导弹拦截导弹的机制有所不同 或者通常需要通过精确的引导 与目标相遇 但在复杂的空中对抗中 若错过了拦截时机 局势可能会迅速失控 为了提高成功率 导弹拦截系统 往往需要发射两枚导弹 进行联合作战 但在强烈的电子干扰下 拦截的成功率会大幅降低 因此 火炮系统在某些战斗情境下 尤其是作为最后防线的选择 展现出更为可靠和稳定的防护性能 此外 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 一旦部署在陆地上 不仅可以有效保护海上区域 还能够显著提升 接海防线的安全性 这些系统能够灵活应对不同的威胁 并迅速做出反应 帮助防守方保持对战场的控制 特别是 在对抗快速移动的海上目标时 火炮系统的物理拦截能力 能弥补导弹防御系统 在某些环境下的不足 尤其是对高速度 低飞行轨迹的目标 火炮常常能够提供 更为可靠的防御 此外 火炮与导弹系统的结合 也能为防御提供多层次的保障 增强整体的防御能力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战术环境的演变 进程自动化防御系统 将不断优化和升级 使其在不同的作战场景中 更加有效 无论是在海上 陆地 还是空中 这些系统的组合和使用 将成为未来战争中 至关重要的防御手段 提升各国防御力量的 自主性和灵活性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 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 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